很感謝我媽媽帶我上來這個 這麼優美的環境馬鞍山 讓我在一個這麼安寧 這麼舒服的環境長大 1949至1976年 大工洋行在馬鞍山進行鐵礦開彩 曾經上萬的礦工和家屬 住在馬鞍山岸邊至山頂 廖鳳嬌是其中一位礦村的弟弟 居住在山頂的馬鞍山村 第一間這間是我們門向這邊 後來就起了下來這裏 再低一點 見到奴偉下面有一陣 有礁樹的位置 馬鞍山村隨著大工洋行結業 很多礦工千里 大部分的建築已經人去留空 雖然他完成小學之後 就搬到市區生活 但對山中的生活 依然印象深刻 我們放完學回來 做完功課 又會在這裏跑 上山上跑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東西玩的 我如果是近中秋節 我們就會斬竹樹 竹苗 去製燈籠 秋天我們去製紫妖 我又喜歡跟男生上山去捞魚仔 個個都會帶著家廚房的小巢 帶著瓶仔去捞魚 至於學校生活 在雲雲老師之中 他就唐智系在村中飲膠兩年的 球魚豬老師作為親近 當年身為班長的廖鳳嬌 會帶球老師到山上的溪間洗衣 因為球老師早已帶鼻蕃茄上身 鼻取少年蕃茄和勞工茄都分不清 我記得球老師你罰我留堂不作文 我就是坐在這裏 原在兩者的身份是對調 球魚豬正是跟廖鳳嬌學習俗寫 將膏的一條條 引伸出來 破開它 現在一直平 破一破它便可以了 我覺得這張不錯 一鐘不錯 在這裏只教了兩年 但我們的私有之情 維繫了幾十年 當年的馬安山村信義學校 已經變成遺地宿舍 但他們兩個的私生情不變